菲律宾卫生部通报,新增116例德尔塔感染病例,95例为本土病例,其中83例来自首都区 菲律宾专家表示,请勿忽视德尔塔变异病毒高传染性,快速接触即可传染他人 菲律宾大民发展署表示,首都区22甲三甲医院中55%的重症监护病床已近乎满附和 菲律宾交通部宣布,ECQ期间首都区铁路交通运营时间及相关规定 菲律宾布赫省宣布,8月6日至20日暂停非必要的空运和海上旅行 菲律宾国家警察更新规定,首都区封城期间民众接送被授权出行亲友需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花约的发展的 firing 0 时间请不吝点赞 兵 من血 bask假者的核目